好,我们回来,我们继续 等一下,这个要把它全屏 全屏放一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告诉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Oracle软件的下载啊 很多学员反应不知道怎么样下载Oracle软件 实际上Oracle软件非常简单 下载起来非常容易啊 比很多其他的一些商业软件要容易的多 你比如说我们要去下载那个微软的 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厂家的软件 可能经常会只能下载一个试用版 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去他们的一个 需要获得他们的一些授权的key啊 或者这样的 但是Oracle没有这样的问题 Oracle下载的 为这个用户提供了很方便的一种下载图形 我们所有的Oracle软件都可以免费的 从他的官方网站就是这个3w.oracle.com上面可以下载到 而且下载的这个 软件的功能是没有受到限制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到Oracle官方网站上去下载这个一个Oracle11G企业版的这样一个数据库 我们打开浏览器啊 点进去都可以看下很多 这就是数据库产品啊 好多好多数据库产品 那么现在Oracle提供的能真正支持下载的只有一个11G的版本 那么在10G现在在Oracle官方网站上已经找不到了 因为对于一个厂家来讲 他不断的要推陈出新 为了他的这个利益啊 为了他的利润 所以他要求用户不断的升级 所以他要把老的这个版本淘汰掉 所以我们在Oracle官方网站上 实际已经下载不到10G的这个数据库了 那么唯一能下载的就是这个11G 那这个11G大家看到有这个database11GEnterprise 就是表示企业版啊 Standard additions 这个表示标准版 企业版和标准版的差别 在于企业版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专门一些为企业定制的一些功能 比如分区啊这些技术 在企业版里面有 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一个下载的界面 我们下载之前可能要 要先点点一下这个 你要接受他的这个license的一个许可 所以你要点一下这个grade 这个 点完这个之后 就下面就是 Oracle列出来所有的平台的一些 那么11G的版本 比如说我们可以下载这个 这个windows32位平台和64位平台的这个文件 实际上有两个文件 file1和file2 大家下载下来 只要在同一个目录下一解压就可以了 剩下的还有linux 还有Solariz HPU 或者AX这样的一些平台 Oracle几乎支持现在所有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操作系统平台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下载下来 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安装 那么在后面的一节里面 我们将讲解怎么样来安装一个Oracle数据库 这个就是怎么样下载一个去哪里下载Oracle的数据库 其实就要去他的官方下载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很多人到处在网上找时间 你不需要找直接去Oracle的官方网站上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怎么样获取一个Oracle的一个数据库 下面呢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我们该怎么样使用这个Oracle啊 就是在以前对于特别是对于一些出入门的人 或者一些开发的人员来讲 Oracle仿佛就好像一个黑盒一样 他们只知道对于开发人员来讲呢 他们只知道调用一个接口往这个数据库里灌 灌数据 或者说用一个也是通过一个接口把这个数据从数据库里抽出来 那么具体数据库里是怎么样做的 以及数据库是怎么工作的 对他们来说始终好像是藏在一个黑盒的里面一样 他们搞不清楚里面在做什么 这个问题同样是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也是这样的 他们感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看Oracle 因为Oracle不像Windows这种图形化界面很直观 我可以用鼠标点来点去的去看一下它里面的构造 但是Oracle好像没有提供太像样的一种图形化的工具 来向大家展示这个数据库的一些信息 所以呢 很多人感觉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无从下手 实际上Oracle也有一些图形界面啊 我个人觉得那个不是太好 特别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 最好还是不要使用那个图形化界面 因为使用图形化界面你虽然感觉非常方便 但是你你失去了很多去观察Oracle的一些内部东西的一个机会 你图形界面用的时间越长 你对它产生的依赖性越大 那么你就越来越感觉到始终和Oracle之间隔着一层纸 这个纸始终都捅不破 这就是一个图形化界面的一个弊端 虽然它很高效或者说比较方便 但是呢 它对于管理数据库管理来讲 还是不是很适合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初学者或者入门的人来说 最好开始不要去使用那个图形化界面 那所以从这开始我们就认为 如果我们这门课开始的话 那我从真正的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从这个SQL Plus开始 这是Oracle很早很早版本就提供的一个工具 那么直到现在11G 这个工具依然是被用的非常广泛的工具 SQL Plus 下面就是这个这样一个截图啊 我可以在我的机器上为大家看一下 这个SQL Plus 这个因为这个门课是对于初学者嘛 所以可能我们要讲的稍微啰嗦一点 好我们来打开一个这样的一个窗口 我的数据库可能还是没有起来 我先来看一下我的数据库起来没有 我没有起来 所以在因为在Windows下面啊 Oracle是要起一个Windows服务的 这个在Linux或者其他平台上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数据库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服务启动 这个服务怎么起呢 你可以在那个控制面板的那个服务 控制面板的服务里面启动 或者比较懒的话 像我这样的就直接用这个命令就把它启动了 叫Netstart 叫Oracle Service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Oracle服务启动了 Oracle服务启动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使用这个Oracle 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电脑比较奇怪啊 因为我装的是一个Windows 8 很多很多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太习惯这个 而是最近我听很多人说Windows 8比较好 所以自己装上来玩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服务就已经启动好了 那么我们首先就用这种方式 这样 这个就是进到了这个一个Oracle的一个C Plus环境了 大家看到这儿有一个SQL提示服务 这个就是一个Oracle的一个环境 也就是说现在你的这个所处的环境 就是在这个数据库的一个接口 通向数据库的一个接口的这样一个位置 在这个环境下你就可以对数据库进行操作了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 我们以后在后续的这个课程中 我们都要讲到 我现在只是告诉大家 你怎么样最开始你怎么样去接近Oracle呢 就是使用SQL这种方式 来接近Oracle 那么最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关闭和启动数据库啊 这个实际上在Windows下面 因为我们把这个通过这个服务启动的话呢 这个实力自动的就启动了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那么怎么样关闭数据库呢 就是叫Shutdown Shutdown有好多个选项啊 我们以后也会陆续的讲 所以正常来讲直接叫Shutdown就可以了 实际上用的最多的是这样 Shutdown immediate 这样 这个用的是最多的 这个就是既可以快速的这个 把数据库关掉 那么还可以让数据库在启动的时候不用进行实力恢复啊 这样的啊 这有一种显示就表示数据库已经关掉了 那么怎么样启动数据库呢 我们比如退出来 还是像这样 为了启动一个数据库呢 我们要先进到一个Oracle的这个 这个Cplus的环境 空闲的历程表示现在我们这个实力还没有启动 那么用startup这种方式 就可以把一个数据库启动了 实际上什么叫启动数据库啊 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 一个数据库就是用来装数据的 他为什么要启动他呢 感觉就是说 就把数据往里面放就行了 他到底在启动一个什么东西 你这个这个问题啊 问得非常好 实际上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简单的数据库 就像之前我们说的那个access数据库 他就不需要启动 你只要用程序直接去访问这里面的数据 你就可以往里面插数据或者读数据了 那么为什么Oracle还需要启动呢 实际上啊 在Oracle数据库里面 他实际上是包含两部分的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这个数据库的两部分叫什么呢 一个叫做实例instance 一个叫做数据库database 数据库就像我们刚才说的access一样 它是一个禁止的东西 那么它的就是它是一个数据的受体 它安安静静地放在那个地方 数据来了 我把它存起来有人查询的话 我就把数据调出来给它 那么实例是用来干什么的 实例就是用来帮助Oracle来干活的 比如说有用户连过来 这个实例就帮助这个用户 比如说解析一条sicle语记啊 然后去生成一个执行计划呀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这个工作 由这个实例来完成 所以说对于这个大型的数据库来讲 用一个禁止的数据只是单纯的存取 它的功能远远还不够 它还要提供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并发 如果很多个用户一起访问的话 我怎么样来这个保证 这个用户访问的数据的正确性 以及这个 这里头还涉及到一些事物的东西 比如说我一个用户提交了 那么这个数据就生效了 那么数据库如果用户回滚了之后 这个数据就要被 它的所有的操作就会被回滚 所有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操作 都必须有一个一套服务来完成 那么这一套服务叫什么呢 这一套服务就叫实例 所以大家这时候脑海中应该有一个印象了 就是说Oracle这种大型的数据库 它必须有一套执行特定功能的这个服务 或者说一套一些一大套这个进程 然后来组成来帮助用户来进行数据的访问 和那个控制 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启动一个服务 实际上这个服务就是 就是为了帮助用户更好的处理数据 而Oracle开发出来的一个这样一个 可以怎么说一个对外提供的一个服务组 它是有很多个后台进程组成的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库打开了 大家看到这个SIGPLUS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用的最多 如果你要以后要想做一个DBA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SIGPLUS就一定要用好 为什么说很多人可能在说 现在图形化界面很多啊 为什么我一定要必须要用SIGPLUS呢 那么是这样的 就是说对于如果你是一个开发人员来讲 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工作不是在处理数据库 而是在对数据库进行开发 那么你始终你使用一个Windows环境就可以了 你可以在Windows下打开一个图形化界面 连到数据库上 这个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DBA的话呢 你可能要在任何环境下连接数据库 比如说网络断了 我这时候可能要自己跑到这个机房里面的 这个数据库服务器上 拿一个显示器接上进行操作 那么这时候你还有图形界面吗 没有了 而DBA通常来讲处理的都是一些非常规的一些错误 那么这时候呢 可能数据库状态已经不对了 这时候你通过远程连接可能已经登不上了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只能在服务器上做操作 服务器上通常来讲可能都是一些UNIX或者Linux这样的一个环境 它是不提供这个图形化界面的 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唯一能做的 Oracle提供的就是这个SQL Plus 那么你所有的工作都要通过这个SQL Plus下面的命令来完成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个DBA 那么呢你必须要使用好这个SQL Plus 不要去依赖图形化界面 因为DBA是一个救火队员 它的工作是救火 而不是数据库好好的它跑去数据库上面去随随便便的撬紧命令 不是这样子的 DBA通常来讲是数据库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要去解决问题 那么数据库已经有问题的话 那么它可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处理 比如刚才我们说 比如说这个客户端到数据库的网络已经断了 你在客户端不可能访问数据库 这时候你要跑到机房里面去 跑到远程去 在现场来做 这时候现场来做可能什么工具都没有 那么你对的就是一个冰冷的黑黑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界面 那么你所有能做的都是通过这个SQL Plus来做的 所以大家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 要从这个从这里开始呢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Oracle的一个入口啊 我们不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 Oracle始终会提供给你SQL Plus这个工具 哪怕任何其他的工具都无法使用的话 SQL Plus依然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它是一个最最终极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也是最最最最开始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我建议大家既然把这个 这门课做成一个入门的课的话 还是应该踏踏实实的从SQL Plus这个命令行 入手 而不是上来就去看到很多人在推荐各种图形界面 这样不好 这个就是SQL Plus啊 实际上它有很多很多的命令啊 我给大家大概的演示一下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我们在SQL Plus下 我想看看当天数据库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我就直接打一条命令就可以了 Select status from v dollar instance 这样 就这样打一条命令 就知道这个数据是open的了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命令啊 以后大家都可以在自己学习中一点一点的 或者在我们的课程中都会用到 所以我们就是向大家展示了这个Oracle 我们怎么样走进这个黑盒 就是我们通过SQL Plus 它提供的这样一个Oracle的入口 从这个地方走入到Oracle内部去 让我们从这个通道里面 来这个窥视Oracle内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们这个不会深讲啊 因为本身这个这个SQL Plus就是一个环境嘛 没有什么好讲的 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里面各种各样的命令 都是以后大家在学习中慢慢接触到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SQL Plus到底能做什么呢 就像我们刚才演示的一样 对不起啊 这样填嗓子实在是不太好 它可以用来管理数据库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启动和关闭数据库呢 以及这个创建删除对象 创建删除对象是什么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建一张表啊 或者删一张表啊 建一个索引啊 删一个索引啊 这个我们都可以通过SQL Plus来完成 或者说查看数据库的运行状态啊 刚才我们那条SQL一句 就是查看数据库的运行状态的 或者各种这个指标参数啊 就是数据库的各种指标 它的状态怎么样 它的数值怎么样 都可以从SQL Plus来做 总而言之啊 SQL Plus适合数据库的管理 就说适合DBA来用 DBA应该把SQL Plus用好 那么它不适合数据库给它开发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比如说在这个SQL Plus里 让我们写一段存储过程 这个就是非常困难的啊 那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可能因为存储过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有限 对于断代码嘛 用SQL Plus使用起来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一旦打错了一个东西 在改的时候 比起那些集成好的一个开发环境来说 它的功能还是弱很多的 所以对于开发来讲 我们认为它不太适合用SQL Plus 所以对于如果你是做数据开发的话 你就放弃用SQL Plus吧 因为它效率太低了 你还是用一些第三方的软件 比如说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这个第三方的一些软件 那常见的就是这个 PfSQL Develop这个工具啊 这个工具应该用的人非常多了 这是只要做数据库开发的可能都会使用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它就是为开发而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PfSQL PfSQL是Oracle下面做这个写这个程序的一种语言啊 做成比如写存储过程写函数的时候用这个语言 那么PfSQL Developed 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到它是用来做这个数据库大段代码的这个开发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做数据库管理也可以 但是它做开发是个很不错的工具 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这个 搜这个工具 还有一个流行的工具叫Tode 它是一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数据库 集数据库开发和管理于一身的一个工具 它的它的功能应该比这个还要强大一些 它在管理数据库管理的功能上应该比这个还要强大一些 它的图形化界面做的非常好 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了这个图形化界面归根结底 它受到你的这个条件的限制 它不可能在任何地方 比如说你不可能在Linux下去进行一个Tode 也不可能在Linux下去进行一个PLC 对吧 所以对对于这个DBA来讲 它这个不是很适合的 当然了你在日常维护的时候 也你如果安装它来做一些日常的检查 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说对于入门者来讲 不要开始就去接触它 接触它之后会让你失去了很多去 虽是Oracle内部信息的一些机会 因为它这个图形化界面 掩盖了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机制 或者内部的一些操作的方式 都被这个图形化界面给掩盖住了 你用它 你用的时间越长 你会发现你离Oracle的距离越远 你始终和Oracle之间隔着一层纸 捅不破 这就是图形化界面使用者的一个弊端 他们图形化界面使用时间长了 很多人都忘记了很多这个动态视图 根本记不得动态视图 因为在这个工具里面它自动会提示 会做这个动态视图的提示 你只要打入一个A 可能相关的一些视图名字都会出来 这样的话就会使你变得很懒惰 记不住大量的这个视图 而这种大量的动态视图在这个 而故障处理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要必须牢记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推荐大家 上来就使用这个第三方软件的一个原因 在这节课最后一部分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个资源 就是大家在学习Oracle的时候去什么地方 去寻找自己的资源呢 就是下面列出的这几个网站 我认为是你只要把去这几个网站 应该你所要的东西应该都差不多了 第一个就是ITPUB ITPUB很有名啊 ITPUB如果在中国 你做这个Oracle 搞Oracle的话 不知道ITPUB 好像怎么样的说不过去了 ITPUB的创始人就是我们 这个网络课程的创始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链树成金 这个链树成金这个网站的创始人 TigerFish 对 这个非常了不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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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TPUB已经存在了将近十年了 我是最早的注册的 我是2001年的时候 和ITPUB一起诞生的 他刚才最开始这个TigerFish 是注册这个域名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 也是很早的 是注册进来的会员 如果你对 你如果想在国内找一些专业的数据库论坛的话 ITPUB就可以必须要去的 那么ITPUB现在它已经发展到 大家看一下这个已经非常多了板块 那么最核心的这也是它的这个价值最高的一个叫Oracle数据库管理 这就是ITPUB的起步的一个论坛 大家有什么这里头最好的一种 它的好处在于它第一个它是中国的 大家交流起来比较方便 第二个它在里面的确有一些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人 现在在里面比较活跃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放到这个地方 如果不是太难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一些人的这个回答和一些人的帮助 那这个就是ITPUB 大家可以经常去逛一逛 第二个是Oracle的官方文档的网址 就是这个这个网址 怪怪的一个名字 这个网址是Oracle所有官方文档的一个聚集地 大家把这个也记住 如果你英语不是太差的话 你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没有 好多好多的Oracle的 比如Oracle的这个应用服务器 Application Server的文档 还有这个Database就是我们要找的数据库的文档 还有还有很多其他的企业管理器的文档 还有这个中间键的Fusion Application的文档 比如现在我们下载的11G RR的这个这个版本 那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点击这个OracleDatabase 这个11G Release Tool 就是这个就是它的R2的这个这个文档 它里头包含了R2的所有的文档 就11G R2的所有文档 R2是什么意思 就是Release Tool 就是11G的第二个发行版 那这里头就是所有的书了 大家可以把你的关键字在这个地方搜 当然了这个地方用英文了 你不可以用中文 因为它官方文档没有中文的 官方文档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 你还可以它按一些分类 把一些书分成很多类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通过这个书状图 来找到你想要的书 那比如说性能性能方面的一些书呢 它在这个地方就列出来了 那这就是Oracle的一些性能方面的书 你还可以直接搜 比如说我们想搜一个这个 搜一个recover这样的一个 你想看一下恢复这样的一些一些东西 那么Oracle就会给你搜出来 比如说在这个backup and recover reference这本书里面 就是这个备份和恢复的这个参考书里面 有讲到recover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总之呢 这个这个这个网站啊 大家是是这个Oracle 所有资源的一个汇总 如果大家需要找任何参考的 Oracle参考的东西 只要到这个地方就可以找到了 这个是Oracle的官方文档库 而第三个是叫askTom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讲过那个人 叫Tom的那个人 之前已经说了他 他是这个askTom网站的一个后面的那个名 叫Tom的那个人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我经常去 这个网站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帖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下面都是每一个都是一个帖子啊 今天我们非常幸运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为什么很幸运 因为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summit new question 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 通常来讲这个地方都会说我很忙啊 我现在没有时间 现在不可以提问题 但是呢今天我们运气好 然后看到了这样一个东西 这时候就就说明了 你可以向Tom提一个新的问题 这个机会不是很多 因为大家知道全世界的人 都在使用这个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回答问题的 只有一个人叫Tom 所以呢他可能会隔好几天 他会允许你提提十几个问题 提了十几个问题之后 这个地方就会关闭掉 你就没有机会再提了 那么你能做的呢 只能按关键字到你这里头搜 嗯 我们来点一下这个很好啊 我现在倒是突然之间没有想到什么好的问题 点了之后呢 他就这样的会会会告诉你一些怎么样 提问题的一些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我们再继续啊 这时候你就可以写问题了 嗯 嗯 这个好像抱了一个错 不管他那个 我们今天不要提问 这没有点啊 这没有点选 对对对 这没有点选 这是他的一个和你一样 对你的一些要求 你必须接受 所以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提问题了 你先写到你的email 写一个你的email就好了 写了email之后 汤姆一旦回复之后呢 他会向你这个地方的email里面发一封信 然后你收到这封信了 你会知道啊 汤姆已经给我回复了 这个地方 这个新兴的地方 就是必须写的嘛 这个就是那个 你这个问题属于哪一类 属于数据库的 还是开发的 还是C plus 或者说应用服务的一方 这样是一个分的大类 这个就是你数据库版本啊 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标题title 就是你要描述一下 你这个当前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呢 下面就是一个整个问题的一个大段 你可以贴在这个地方 当然了 前提是你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写英语 你英语 我的感觉啊 你英语也不是特 也不一定非要特别特别的好 你只要差不多说清楚就好了 很多人总觉得自己英语不好 不敢说 实际上你可以这样想啊 老外跟我们说中文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可能说一个字的时候 呃 他想说一句话 但是他说的他说的一句话 可能说的很乱 但是我们只要在一句话里 听到一个关键的词 呃 我们可能就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 而我们所以我们说英语也是 你虽然说的颠三导四 但是作为的使用英语的人来讲 他们看到里头一个核心的词 他们可能已经已经能猜出你的意思了 所以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大胆的去提提问题去 啊 今天这个机会很好啊 可是我没有什么需要问的 这个就是asktom网站 asktom网站呢 呃 呃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资源库 大家 而且这里头有 汤姆这个 呃 对很多问题的做出的回答都非常 非常好 非常经典 很多你找不到答案的地方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 如果你在全世界都找不到 Google都搜不到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地方 向汤姆提一个问题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 绝对不是莫能连可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正正面的回答的 所以这个地方 当年我有很多问题 在itpub上也问不到 然后呢 在Google上也搜不到 然后在这个汤姆这 倒是真的 得到了最终的答案 所以我对这个汤姆还是非常感激和非常敬佩的 呃 这个就是asktom这个网站 呃 你 你出了这个 呃 你出了可以在这个地方提问之外呢 每一个这个呃 帖子里面啊 你也可以发问 那比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个帖子啊 这就是一个人问的一个帖子 如果你你对于这个帖子的内容 有一些疑问的话呢 你可以在最后write review这个地方写一下 你的那个呃 一些问题 当然了你写这的时候他已经说了 那你要问的话 你的话题一定要和这个帖子相关 你不能乱问 呃 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 你如果 在刚才那个地方 没有机会去提一个新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找一些相关的帖子 然后通过写一个呃 write review这个方式呢 也可以通过跟帖的方式呢 他们也会做回答的 所以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向他提问 呃 这个这样的话呢 asktom就就是这样的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看到了这样一个图标 那么说明了你今天可以向tom提出一个问题 另外呢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找一个相关的话题 然后在里面跟帖 然后提问 第三个就是你可以直接去搜你的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我们要搜一个呃 比如说10046呃 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奥陆克有个10046的一个trace吧 是怎么回事 哦 我怎么点到哪 我再点这个go啊 刚才点错了 那么你看我们搜一个10046 那么相关的一些10046的帖子就可以出来了 那么大家可以点到每个帖子里面去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些内容 它的呃 基本上就是呃 它的格式就是这样的 首先呢 你要发问对吧 呃 这个就是you ask的就是你要问的问题 然后呢 下面就说V side 就说汤姆回答的问题 呃 这是第一部分 这就是 第一个人 拿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机会 所以他向汤姆问了一个问题 那么汤姆对于他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回答 下面的就全是review 就全都是跟帖了 但是呢 你大家看到 每 有时候你review一次呢 像这个人他review了一次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 汤姆也可以对于他的跟帖 汤姆还会做一次这个 对他的跟帖的一个回复 叫follow up这样的一个回复 他的 所以这个 他他就是这么看的 呃 每一段而就表示一个人 一个人的一个呃 一个话题 以汤姆对他这个话题的一个回复 就这样一段一段的 大家可以这么看就可以了 啊好 这个就是asktom剩下的一个网站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电数成金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因为我们正在 呃 是一个正在起步阶段的一个网站啊 但也是我们这个网络培训的一个平台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去呃 提一些问题 那么呢 呃 我我我当然我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会尽力在这个网站上回答大家的问题 呃 那么好 这个就是第一节课的所有的内容 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大概就把这个oracle 呃 相关的一些 呃 和oracle相关的一些话题吧 呃 和大家大概的聊了一下 呃 以及这个怎么样来使用oracle 然后以及oracle最开始的时候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呃 最后呢 我们又呃 把这个呃 这个oracle相关的一些资源 然后给大家呃 呃 列了一下 大家可以呃 呃 课后之后呢 大家可以到这些网站上都可以去自己去试一试 特别要呃呃 特别建议大家关注的是这个呃 ask tom这个网站 呃 如果你有一些问题 一些主观性特别强的问题啊 呃 什么叫主观性特别强的问题 就是呃 有时候不是一些概念性的问题了 你比如说你想知道 呃 这个位图索引和这个b b数索引到底谁好啊 呃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你在oracle官方文档上肯定是找不到的呀 因为oracle官方文档上不会给你这么主观的一个一个东西 官方文档只是这个罗列性的给你罗列所有的东西 那么呢 对于这种主观性的交互性的一些这样的话题的话 那么oracle这个关这个ask tom这个网站就变得非常有用了 你可以不断的陈述自己的观点 然后给他 然后他会按照你的观点给予你恢复 嗯 好 这个就是这节课的课程 那么从下节课开始 就是我们真正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呃呃 真正的这个呃 技术内容的讲解 那么这节课呢还是基本上是一个出于一个无需的这样一个话题 那么好 下节课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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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